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洲股市稍微比较弱了一些 跌幅0.7%到0.5% 亚洲股市今天最弱的当然是日本 人们说抓鸡啦 美市跟南韩这边怄气 然后祭出贸易战制裁人家 伤别人也伤自己 所以日本股市跟南韩他们在大打贸易战的时候 你看自己都受伤了 打着打着自己都受伤了 台湾能否占到便宜 这个很难说 因为这是属于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这个层面很广 有短期的 有长期的 好 大陆股市目前刚开盘小跌0.5%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相对是比较稳 大立光今天开盘之后 目前小涨 所以大立光的强势 让整个盘有稳定的效果 但大立光这也不叫强 二十块而已没多多啊 二十块钱而已 也没有说多少 重点还在个股啦 重点还在个股 你知道今天最强的股票在哪里知道吗 给大家看 今天最强在这里 运输股新兴2% 育民3% 中行刚才已经大涨5%了 好 现在已经大涨了6.1%了 现在已经6.1%了 闪庄货轮 尤其是BCI运费指数 你看我在礼拜三的时候 昨天礼拜三强棒初期推荐2612中行 才昨天而已哦 昨天推荐了 今天马上就标出去了 运费指数涨不停啊 先是铁矿砂标 标完之后换成不锈钢的镍也在标 国内没有人在谈这个东西 大家都只在追高砂低而已 国际最热门的话题竟然没有在谈 我已经谈了一两个礼拜了哦 在还没涨的时候我就开始讲了 运费指数天天涨 这是礼拜五的 你知道最新的昨天 昨天BCI的运费指数 涨又起3.2%已经来到4095 已经来到4095 你知道4095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4095我给大家看哦 这段期间运费指数标翻了 这段期间运费指数标翻了 BCI指数从92 三个月的时间而已哦 专门在铁矿砂的 从92 昨天已经来到4095了 涨已经来到4095了 涨幅已经多少 42倍了 你报的时候 三五四一 昨天已经4095 42倍啊 三个月去42倍 三个月涨42倍 受费最大的 当然就是 运费指数嘛对 散装货轮 那散装货轮里面 我也跟大家讲过哦 散装货轮的族群很多 你不要乱挑 一定要有BCI的 谁有BCI的船只 这是海峡型的 星星有9艘 中航有10艘 另外育民 育民也有 育民也有 也有12艘 可是这三家公司里面 中航毛利最高 其他毛利都比较差 第一季的获利 中航还是最好 所以焦点就在中航 所以不是欧白费 快涨停了 已经快涨停了 而且每股净值高达 52块钱 你看我们从这里开始买 我们从32.5买 参加除泉 除安全 填泉 喷出 你把韩泉算进去 我们是买在这里的 是不是买在底部 喷出 会不会来净值 52块 所以我喜欢买底部就是这样 你买底部 行情一涨之后 距离一拉开 已经绿于不败之地了 绿于不败之地 就会栽标 标越高越贪越多 对不对 他只要一回答 发现不对 随时撤退 我都赢钱 我都赢钱 所以今天最强的 当然就是在 散装货轮的部分 尤其是中航 昨天前方初期 跟大家推荐的 那钢铁股 当然也要注意 尤其是 重点在不锈钢 刚刚讲过 BCI运费指数继续飙涨 铁矿砂飙了之后 紧接着 仁敦金属交易所的链也在飙 你知道昨天链又涨 2.96% 已经来到 你看礼拜五的时候是 13409美元 昨天已经来到 14419美元 3天而已 够去称货美金 每顿多涨1000块美金 然后同时库存 也从15万顿 降到148000顿 所以库存下降 那个涨势是涨不停的 你看已经涨到 从11542 已经来到14419了 已经起23% 库存的部分 持续降到148000顿 从46万顿 降到148000顿 库存少 这行情未来 那你也会带动什么 会带动不锈钢 所以不锈钢里面 你要特别注意到 是哪一家 大成钢 这个目前不锈钢 还没有人在炒 你等到市场在炒的时候 已经又太慢了 今天张元有点在动了 新钢有点在动了 允墙也有在动了 可是这个买盘都还不够 机器都跟他百几张 几百张而已 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大成钢 因为大成钢 不但是国内最大 也是美国前三大 不锈钢的通路商 还有铝板美国最大 外资已经连买两天大成钢了 要注意哦 外资也开始连买两天了 所以你要在行情没动之前 就要开始卡位 不是等到行情跑了 等到行情冲了 他那时候再来看 就来不及了 现在再来看就没了 你看中行情越走越高 已经快涨停了 现在已经快8%了 已经要涨停了 我想这样的气势 在这种行情里面 很多股票在下跌 这种能够易军突起 反而能够吸引到市场的资金 所以你就听林特彦的 找底部的股票赶快做就对了 不要去想太多 这个叫八仙过海盘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你看已经一个多月了 已经一个月了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找各股走就对了 你看三五三三加折 我们上星五五的 两百里三两百里四 现在贪十块钱啊 现在刚才四年啊 每天跟大家谈 我也不想再浪费时间 大家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GIS今天有要冲的味道咯 感觉上要冲咯 因为这个香型平台又要出去咯 今天的成交量目前已经有两千九百张 昨天三千四百张 今天成交量已经快超过昨天咯 所以加着 今天要注意咯 微软哦 底部股就是这样 底部股就是这样 涨不停 你看我最近这几天 我最近是除了航运股 不锈钢 同时一直跟大家谈这个 有没有 从六月营收 一直跟大家谈 齐邦 易华电 杰利 尼克森 微软 微硬 我一直说这几支 我没有股票讲的 天花乱坠 乱七八糟 每天说没同样的 没 我每天都讲固定的 这样你们才有办法操作嘛 不然每天讲不同的股票 怎么做 微软是不是一直冲 我说完后开始就会冲 微营 只要有软的都可以收 我们从除权签 317 326 这个除完全之后 成本变301 成本变成 310 现在已经360块了 这才刚开始而已 大数据的微软微营要注意 对 COF 跟MOSFIT 缺货 你看都不会下来 有没有 都没来 COF 6147 7帮 都没来 我们在国 6块钱 所以买底部就是有这个好处 当然不是这么股票买底部都对啦 你要买最赚钱的 尤其基本面最好的 从底部出发去买它 那你就会赚大 你就会赚大钱 负胜用 最近大田飙翻了 大田飙翻了 对17块 比我50几块 最赚的大概还是负胜用嘛 除完全之后 目前还没填圈哦 压回的买点 想要操作的 我对百五块去走耶 除完全之后买点要注意哦 所以不用想那么多 赶快找底部的强势股来做就对 你如果找不到 来找铃和宴 我带你做 好 六四八八环球晶 除完全之后 连续两天 都是小涨 昨天涨一块钱 今天目前也涨一块钱 日本信业跟盛高都不强 环球晶要独自冲出去不容易 不要在罐 下来再买 下来再买 想要操作的铃和宴带着你做 最后跟大家报告 这个礼拜的两场讲座 三场 这些百五三点圆杠 礼拜六早上高雄下午台中 礼拜天下午台北 这一次不是演讲 这一次是教学 你必修的平盖篇 你必修的平盖篇 在我全套时间密码课程里面 平盖篇这一篇是必上的课 现场我会把我上课的讲义内容 提供给你一份 让你学会之后 能够有复习的机会 不要听完觉得有道理 事后又忘记了 那就可行 新的iPhone每年七月开始被料 每年七到十一月是平盖股 年度最旺的时候 也是营运高峰期 平盖族群是国内最赚钱的产业 对台股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你看平盖股里面有股王 有全职王 有获利王 有营收王 全部最后的平盖股 所以平盖股的洞见观瞻 会影响台北股市 你看懂平盖股 你就看懂台北股市 平盖股每年都有固定的行情 你如果懂的话 每年光是平盖股的固定行情 你就赚不完了 平盖股每年固定 什么时候涨到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跌到什么时候 都固定的 我来研究时间我知道 你如果知道的话 每年平盖股你就探不完啊 没有必要做到那么复杂去 光是平盖股就供你赚了 我把这个规律性来教你 包含今年平盖股要注意哪些事项 焦点股在哪些地方 我一并在礼拜六礼拜天 教学式讲座里面一并来教你 你必修的平盖篇 我有讲义一份会赠送给你 礼拜六早上高雄下午台中 礼拜天下午台北 报名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下午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